國際的情勢 沒有想到說這個土耳其 真的在很多方面壓力之下 他們真的願意出兵來打IS 不過其實就我了解 IS其實在敘利亞比較多 土耳其就跟敘利亞 是滿接近的地方 但是為什麼土耳其總統 他到現在才決定要攻打IS 因為IS讓我們看到真的是 恨得對他們恨得牙牙癢的 每一個國家都在選擇 對自己最有利的一個戰略店 來出手 這個就是我們在觀察 一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 他到底是怎麼樣來出手的 原因很簡單 土耳其他有兩個敵人 一個敵人就是敘利亞的領導人 他敘利亞總統 阿薩德政權 另外一個就是庫德族 因為庫德族在敘利亞 現在政府裡面 把他視為恐怖主義的組織 敘利亞國內有一個 他的最主要的反對黨 這個反對黨就跟庫德族 是同一個派系的 所以對艾爾多安來說的話 這個是兩個主要的敵人 好 當我們看到了 伊斯蘭國越來在敘利亞的北邊 勢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事實上他就壓迫到 敘利亞的政府 阿薩德政權讓他萎縮 這樣的情形有利於土耳其 所以我們就看到土耳其 對於美國要攻打 伊斯蘭國的時候 就有點暧昧不明 袖手旁觀 現在看你效果怎麼樣再說 對 而且還有就是我們都知道 伊斯蘭國的主要的財政來源 是透過武器買賣 透過石油 還有透過這個人質裡面的交易 這個裡面有很多的黑道的管道 都是透過土耳其 所以從中也是可以獲得一些利益 還有賺錢的 對 可以獲得一些利益 而且不得罪伊斯蘭國 然後本身 又可以利用伊斯蘭國的力量 去壓破 敘利亞政府 敘利亞政府 好 這樣的情形 對土耳其來講沒有什麼不好 可是問題就是 整個情勢的轉變越來越大了 為什麼 因為伊拉克的軍隊 打不了伊斯蘭國 可是現在能夠把伊斯蘭國 壓制住的是庫德族 所以庫德族的力量越來越大 而且美國跟北約等等這些國家 願意供應庫德族武器 必要的武器 彈藥 所以庫德族的力量 越來越大以後 這個時候對土耳其不利了 所以他要扶植IS就對了 所以對他來講的話 他這個時候就在思考 他要怎麼處理 好 我們就看到了 美國原來為什麼對於 敘利亞北部的伊斯蘭國打不好 是因為他只能利用約旦 科威特 還有沙特 阿拉伯等等的 這些國家的軍事基地 可是你飛機起飛 距離敘利亞北邊太遠了 如果能夠直接利用土耳其的話 他的空軍基地 直接到敘利亞這邊來 那就很近 就很好作業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看到 當庫德族的力量 因為在美國跟北約的支持下 越來越擴大以後 這個就不利於土耳其了 土耳其在這個時候 就採用一種非常特殊的策略 這個策略很簡單 他就宣布說 好 那我願意提供 兩個空軍基地 給你美國人使用 有人機 無人機 我都讓你使用 同時我也要宣布 這個伊斯蘭國是恐怖主義組織 因此他就對於伊斯蘭國 實施空襲行動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他同時也去打 庫德族的基地 他一石二鳥 對 他同時打 可是他知道 如果他打庫德族的話 他國內的人民會贊成 反對黨會反對 可是美國跟北約 到底要反對還是要贊成 因為第一個你使用 你借我兩個基地 第二個你又去打伊斯蘭國 可是這個我都贊成 可是你去打庫德族 這個好像有點超過了吧 好 但是問題就在於 美國就變成被逼的 罵也不是 贊成也不是 左右為難 可是當國際輿論慢慢在發酵 因為他在打庫德族 壓制庫德族的力量的時候 這個就不利於削弱 這個伊斯蘭國 可是他卻又去打伊斯蘭國 這個又讓美國人滿意 可是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他會知道美國人跟北約 會慢慢的發酵 對他不滿 他跑去大陸訪問了 這一招也滿高的 他去找國家外援他 而且就在他的國內 目前因為威吾爾族 就是所謂的他們本身要保護 所謂的犯突厥語的 這樣的一個行動裡面 他本來跟大陸的關係 有點緊繃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就看到了 他到大陸訪問的時候 他故意拋出一個方向 說他願意重新來談 紅旗9的防空飛彈 這個時候又讓美國跟北約 開始緊張了 因為美國 因為土耳其用的都是 整個都是愛國者系列 可是他當時大陸去幫他們 整合這個紅旗9的時候 美國擔心的就是整個 愛國者3的 這整個導彈系統的機密 全部都外洩給大陸 好 這個時候你就看到 如果大陸同意 重新招標 投標 然後他跟大陸要建立紅旗9 那北約不是要跳腳 所以他用這樣的一個策略 然後讓北約跟美國 又不能夠反對他去打庫德族 所以你看他一方面 去給伊斯蘭國施加壓力 二方面他就把他的庫德族的力量 開始進行壓制 目前我們就看到 他是充分的利用 這種戰略的方法 來對符合他們 土耳其的國家利益